挑战3000元从云南自驾回东北老家 今天是第四天 有人说呢3000块钱连高速费油费都不够 路上不吃不喝也回不了家 现在过去三天了 我算了一下啊 总花费是310块钱 其中呢高速费157占了一半 唉 其实我也挺纠结的 走高速吧确实太费钱了 但是云贵这边有很多国道都是山路 弯弯绕绕的特别难走 之前在云南为了省钱走国道 100公里的路走走停停花了4个多小时 我就觉得这个效率太低了 这么走我猴年马月才能到家呀 所以啊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已经在车里睡了三天了 今天呢从贵州的安顺出发到达了贵阳 订了个酒店准备休息一下 唉 我现在已经到贵阳我订的酒店里了 我住了三天的车里 然后终于今天晚上可以睡酒店 好好洗一个澡睡一个觉了 然后这个小酒店呢 在贵阳北站旁边 其实我觉得在车里睡觉还挺香的 开个空调温度也很舒服 不过就是不能洗澡 到酒店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几天穿过的衣服 放洗衣机里洗一下 而且我就觉得这个酒店怎么这么熟悉呢 原来我自己两年前带我妈来贵阳旅游的时候 住的就是这个贵阳北站这一栋楼的酒店里面 这个酒店吧都是公寓类型的 价格也特别便宜 我今晚订的这个呢一百出头 环境也特别不错 话说啊开车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到酒店我就觉得自己要散架了 订了个东北老河饭的外卖 我在云贵这边呢每天都吃粉 我现在非常想念东北菜 想念我妈炖的大骨头 土豆豆角炖鸡肉 哎呀妈太香了 我突然很想念东北的一锅炖 就是什么菜啊肉啊都放一起 混不混吧 就是别看挺杂乱无章的 但是炖出来的特别好吃 这有点那个意思啊 看我后面的衣服 刚才在酒店里面把衣服给洗了一下 茄子怎么做成甜口的呀 不好吃甜口的茄子 回到东北老家之后 我一定要去买一个新鲜的大公鸡 回家来一个小鸡炖蘑菇 说的我已经流口水了 今天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 哦对了还有我身上这一身衣服 也已经穿了两天了 身上这一身也要洗一下 洗个澡呢就直接摊床上了 是谁说天天在外面旅游很幸福的 真有这一天啊 你就知道快乐并痛苦是咋回事了 真的累的不行 我觉得开车真是一个很累的活 而且还是每天开车 其实今天路程并不算远 全程也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吧 不过呢收拾东西订酒店啊 现在才吃上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长途旅行的体验啊 想象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天天在路上就是会身体特别疲惫 吃住行都是个事儿 我这还是一天开好几个小时的车 自己拍摄写文案出镜配音剪辑 不瞒大家说剪一个视频最少最少三个小时起步 天天这么高强度工作 相信对于每一个自媒体人而言啊 生活和工作已经是分不清的了 我是希望让大家看到更多更美的事与远方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勇敢的拥抱自由 活得洒脱快乐 今天呢好好休息一下 把所有的设备抽点电 明天起床后继续出发回老家啦 拜拜 拜拜